就是太累了 就完全就不會想要了 就真的是完全不會想要 對 完全不會 因為他也在備賽 他也要比賽 他是明天要比賽的 喔 你明天也要比賽 見你的 對 所以我們這四個月就一次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Eric 我是CosmoFit YouTube頻道的主持人之一 今天呢 我們來到了 WNBF台灣的第六屆比賽 今天我們的任務呢 非常的有趣 我們要來訪問 現場的帥哥美女們 一些比較 私人的問題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討論呢 備賽的時候 因為我們在減職的時候呢 會做一些比較 極端的飲食跟體態的操作 那我們想要了解 就是這次的備賽 對選手們有沒有造成 性方面的影響 好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去訪問選手吧 那你今天為什麼會 想要來參加比賽啊 因為就也練很久 然後一直想要 一直以來都想要比 然後三個禮拜前 剛比完夢想杯 所以我就想要 追求比較極端的生產 就這樣 極端 好 想說透過這次的機會 然後想說 看看自己的實力 跟自己的狀況 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每年就會參賽 因為目標就是 只有一個嘛 就想要拿著 這是我第三次比賽 我剛好一年比一次 一年比一次 這一場比賽是我的第一次比賽 Jason你算是信譽高的人嗎 黑賽季就是 開始減育之前 其實都還蠻高的 對 很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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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羨慕 一般來說就正常 那你呢 也是一樣呢 就普通這樣 普通的那種 平時如果有吃飽的話 會比較 那你一天可以幾次 國中七次吧 就大概 兩三次吧 兩三次 好厲害 看人 我一定要很壯 健美型的那種 會很大隻那種 沒有沒有沒有 不一定要健美型 可是要有胸 很大的胸肌 跟很粗的手 OK所以身材加分 臉就比例沒有那麼高 對對對 但是身材真的不可以不壯 男生們做筆記喔 真的賺 對於自己的性表現 是滿意的嗎 非常的 到底 非常的頂 非賽系 我高漲 OKOK 比較高 你是一個 對自己 你為什麼這樣笑 你是一個 你是一個對自己性表現 滿意的男人 我覺得還不錯啊 我覺得還不錯 可能比賽的時候不是 比賽的時候不是 但非賽系的時候不是 但非賽系的時候是 算什麼 平常嗎 是 我覺得算正常 應該算高喔 算高吧 他 非賽系的話是 他是 你認真他是 非賽系的話是 我老婆這麼漂亮 我心慾真的沒有 這麼會講話 所以其實算是 就是很健康啦 對不要健康 雙心技術很旺盛 對沒錯 那你現在就是 你在非賽嗎 你會不會影響到這個 你的Libido 100% 100% 超級 就是 現在根本是 要 你知道男生都會有 承勃嗎 我 我講真的 我過去幾個月 我過去幾個月 承勃的次數 承勃的次數 我手指頭數得出來 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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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嗎 是真的嗎 騙人 是騙人 對 有一個句話叫什麼 保暖吃飲餘嗎 就是你要先吃飽 吃夠了 我們才可以想別的事情 想別的事情 對 所以我沒有吃飽的情況下 我每天都只想著吃 有耶 就完全不會想耶 完全沒有 現在是完全不想 完全不會影響 聖人模式這樣 對 完全 就是完全會影響 就是太累了 就是完全不會想要 就真的是完全不會想要 對完全不會 因為他也在背賽 他也要比賽 他是明天要比賽 喔 你明天也要比賽 對 所以我們這四個月 就一次了 四個月就一次了 兩次吧 好像要一次 你一次他兩次 不是 不是 真的假的 假的假的 可能有吧 百分之二十吧 百分之二十 對 我其實沒有到完全不想 就是我以前到現在 這個背賽的感覺 我覺得現在的感覺 會比以前好一點 女朋友在旁邊說他的懷疑 就是在做這種低碳 然後訓練 然後搞壓力的情況之下 我自己對於那個慾望 就比較 會比較少一點點 然後甚至可能就是沒有 我覺得我這次背賽 滿開心的 就是沒有到那麼的極致 所以我覺得我整體都還 正常的 都正常 你這個禮拜 你的幸運如何 幾乎沒有 幾乎是零 幾乎零喔 完全沒有 我大概從七拍以下以後 就沒有那方面的慾望 那他賽季的話怎麼樣 你再講一次 賽季的話 就可能 兩個禮拜 一次 什麼分 那你對這個頻率 就是你們會有 因為這樣爭執嗎 不會都是爭執啊 那就說 這時候有影響 這時候有影響 是 是嗎 是 頻率降低了 還好已經有小朋友了 還好已經有小朋友了 對 不然應該就再也不會有 因為像我們減脂的時候 就熱量減少什麼的 像你剛剛就說 你背賽的時候 都沒有這方面的感覺 對 你覺得這是因為壓力造成 還是說是飲食還是 我覺得是壓力跟 沒時間 我覺得是心情 我覺得是心情 壓力太大了 你就真的很難 會有那種慾望 我覺得是 飲食上 把很多熱量都抽走了 光是要吃飯跟睡覺 還有維持一些 基本的生理條件 就可能會有問題 對 我認為它是一種混合 的 脂肪 小睡覺 很低的飲料 都會影響 你的表現 反應 反應 所以 那時候你覺得 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處理 我只是處理 我自己個人認為就是 體脂肪 我可能大概到7%以下 男性荷爾蒙 就會降低 所以是男性荷爾蒙 對 就是男性荷爾蒙低落 那我就不會有那方面的落 那除了就是性方面的影響 你覺得心情啊什麼的 都會影響到嗎 會比較容易暴躁 真的嗎 對 之前會 但是後來 就前一兩年會 第三年我就調適的比較好 我覺得會耶 我覺得是惡跟 精神狀況不進 因為其實到後面 最後一兩週其實我 整天其實頭都滿圓 然後到後面其實也都滿 不是一個舒服的狀態 對 就是人家說做這件事要燈光好氣氛家 那根本沒有氣氛可言 沒有氣氛可言 對啊 嗨大家我們現在 在鏡頭裡面的是 Verb的兩位老闆 Brian跟Terry 大家好 好 Terry自己有健美比賽的規劃嗎 坦白說 我曾經有幻想過這個念頭 但是 那個時候就開始 吃得比較乾淨的時候 我發現說我是一個 可以吃得很乾淨的人 但是 吃完很乾淨的食物 馬上就需要補充垃圾食物 所以大概被殺了一個禮拜之後 我就知道 我可能不適合這個運動 這樣子 Brian想問一下說 你自己今年人生 有沒有什麼重大的一個目標 我覺得今年的 對自己期許是 我的工作跟生活 應該要去找個新的平衡 人生部分 我希望今年可以結婚 希望今年可以結婚 是是是 能不能請問一下 這個Brian 那我們Verb所有配合的這個 女教練或合作對象 你有沒有比較欣賞哪一位 很多 太多了 Brian 前幾天我在Sebastian的這個 IG的Story 有看到 最近Verb有出這個新的外套 是 是不是Verb的這個Style 你們是想要轉 比較Outdoor的這個傾向 就是想守一些比較都市休閒風 然後比較輕型機能 日常也可以作用的一些系列 這樣子 很輕耶 對很輕 它是一個輕量化的外套 然後我們內部呢 在這邊 我們都使用那個防水貼條 就是讓它裡面可以達到一個 真正的防水效果 我覺得比較貼心的幾個設計點 就是我們這邊 可以看到還是用防水拉鍊 然後是一個雙開 可以做一個穿搭的不同的設計點 前齡檔片就是要讓你可以 保護你的脖子的保暖度 對 然後在袖口這邊扣環的部分 我分兩段式 如果一般你要穿到 我們可以扣第一個扣環 那它自然擺出來的 就是一個比較寬秀的感覺 然後如果是 想去健身房汽車的路上 你想要有更好的方向 我們可以扣到第二個扣環 OK 那它就可以達到一個比較緊縮 然後比較舒服的一個狀態 但還是可以動 對還是可以動 對對 季節轉換的時間 我覺得這個 它的一個機能性 一個防水的效果 在騎車或是平常 你要去哪裡玩 大概一件 其實它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機能性的產品 我們是做短板的 因為一般其實這種防水外套 為了要去戶外爬山 真的要有一些防雨的準備 他們都會做長的 可是因為現在穿搭滿流行說 做一個短板 然後有層次的穿搭 所以我們在這件防水外套上 跟市面上不一樣 是做短板的設計 然後上半身 有一點寬鬆 有一點寬秀 這樣的設計 帽子戴起來嗎 透起來 OK 帥帥帥帥 再一點 因為它這個防水係數是 一萬的 一萬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屬於中高階的防水 但它同時也有透氣 然後它裡面的表布是比較輕膚的 然後它透氣程度 是更高階的 所以穿上去會滿舒服又輕膚 然後透氣加防水功能這樣子 就是被賽到後面你會想要看美嗎 不會 專注在自己 我說真的喔 真的 這是到真的 真的 我在賽系的時候 在訓練上 我專注在訓練 沒有在看任何一個人 百分之百訓練 百分之百訓練 就不會特別去注意 但看到還是會瞄一下 瞄一下 但是可能不會有行動 對 不會有行動 然後瞄一下 很漂亮的 假如說你給觀眾朋友們建議 就是如果說你遇到這種情況 你有沒有什麼解決方法 或者是說沒有離開 沒有離開 對 你會說這會很困擾你嗎 不會 我覺得 就是你要知道說 這個就是必經的過程 這就是被賽的過程 那當你知道你經歷到這個 那就代表 你堅持成功了 你正在真的慢慢變 stage lean 就是非常的乾 如果你會沒有 sex drive的話 那恭喜你 你有達到 就已經達標了 你有 就代表你的身體是真的有在那個 有在堅持 Don't fight it Don't fight it Don't fight it 所以Jason的名言 Don't fight it Embrace it 手都不要想 練就對了 喔練就對了 不要羨慕別人 就是要看人家到底是怎麼走過來的 對 心態轉變的話 其實你的壓力就不會那麼大 那你的身心靈就會感覺特別的放手 在 性方面這一塊我覺得 蠻有幫助 Cheers 我其實 比賽期間都還是會 吃一點東西 讓自己開心 OK 所以就是要偷吃東西 哈哈 對 大家要做筆記 好好好 剛好不要去思考其他的事情 你就是專心在比賽上面 然後就 全心全意味的比賽 你就不會去想說去做其他事情 我自己是這樣子表示 那你們現在最想吃什麼東西 就是 比完賽 比完賽嗎 第一個進嘴巴的東西是什麼 點心 點好 香港點 不是 就是Dumbling 就是那些餃子 那些點心 麵食的東西 水餃麵 我覺得我比較想吃 台灣點心的東西 我要去台南亂吃 台南直接吃爆 吃爆整片台南 我想吃漢堡 我想吃漢堡 還有冰淇淋 漢堡冰淇淋 那你現在最想要做什麼 撇除幸福坦 撇除幸福坦 對 我們現在就 怎麼把我最想的撇除掉 好啦 你現在比完賽 你最想吃什麼東西 哇 我最想吃應該是麥當勞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告一段落囉 大家最喜歡哪一位選手的回覆 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們看 最後 各位如果有在Verb的廣場 購買任何的產品 歡迎使用 Cosmo Fit的折扣碼 謝謝您對亞蘭 Sebastian還有我的支持 那我們最近會出新的產品 再請各位拭目以待 歡迎大家點讚 然後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紅創作者